假设乔峰破了乌鸦子摆下的真农奇举 乌鸦子能否废了乔峰的一身内力 然后成为乔峰的师傅呢 当初李秋水偷情丁春秋 两人的奸情半路后联手偷袭乌鸦子 最终导致乌鸦子掉下山崖 要不是苏星河来得及时 李秋水仍留下一份善念 恐怕乌鸦子和香奥派就会直接断了传承 根据原文得知 乌鸦子其实对徒弟最心意的人选便是北乔峰 而乌鸦子在收传人的同时 要先化去弟子的全部内力 毕竟香奥派的内功与江湖上大多数内功不太一样 而乔峰的内功呢就是习字少林一派 所以如果是乔峰破了这种棋局 乌鸦子还能废掉乔峰的一身内功吗 答案是看乔峰是否愿意 如果乔峰愿意 乌鸦子可能要花不少力气 才能将乔峰的内力废掉 如果乔峰不愿意 以残疾状态的乌鸦子 根本不可能是乔峰的对手 又如何化去乔峰的一身内力呢 众所周知 乔峰的人设是堂堂正正恩怨分明 顶天立地的男子和大丈夫 如果是乔峰进了密洞 乌鸦子应该也会像对虚竹一样 将他说出自己的往事 并说明制裁的原因 然后再提出要收乔峰为徒 让乔峰做乔派的掌门人 帮忙清理门户 铲除新秀老怪丁春秋 而以乔峰的性格 他的授意恩师是少林寺玄苦大师 乔峰对少林一派是非常尊重的 虽然后来发生了性子灵事件 巨贤装事件 但从此就让乔峰赶唤门庭 恐怕还不太可能愿意 对此呢 乌鸦子有两种选择 一是与乔峰动手 像对待虚竹一样 强行划去乔峰的一身内功 如果是全盛时期的乌鸦子 也许还有可能办到 但此时的乌鸦子 恐有一身内力 因为残疾问题 真打起来 恐怕还真不是乔峰的对手 所以如果乌鸦子用强 结果会不尽人意 其二呢 就是软磨硬炮 求着乔峰办事 然后许以乔峰派武功 乔峰不是贪恋别派武功之人 以乔峰的人设呢 大概率会说 改换门庭 数前辈原谅 此事万万不可 但丁春秋 为祸江湖多年 即便没有钱被嘱托 乔某也当义不容辞 至于乔峰派掌门一事 乔某日后定会找到一名 德才兼备 容貌俊雅之人 代前辈将乔峰派掌门传授给他 如果按照事情发展 这个未来乔峰派掌门人 非断玉不可 毕竟断玉早在几个月前 就在大理无量山中 发现了乔峰武功 北明神功与林波微步 况且断玉要貌上家 仍有聪明 琴棋书画 诸子百家无所不通 有着道不尽的风流 而他又是乔峰的异地 无压此未来的孙女婿 实在是没有比断玉 更合适的人了 所以如果不是半路 杀出一个虚竹 按照剧情发展 小派掌门之位 非断玉莫属